大明星 我爱你 大明星 我爱你 大明星 我爱你 大明星 据媒体报道 曾因谴规则丑闻而出国的演员苏秦兴 将于今晚回国 这是他出国三年后首次露面 掉头 去机场 不好吧 死神 毕竟你可是超一线的演员 粉丝有那么多 如果被别人发现你在机场的话 是 说我这言四伸 曾经都甩了你三年了 你还惦记他干嘛呀 如果被你那些狂热的粉丝知道 你话太多了 哎呦 不错呀 三年没回来 还有这么多粉丝啊 出来了 出来了 那不是是亲耳的 是年轻都知道他怎么笑你了 现在也曾经笑啊 就是 秦兴姐 真的是你啊 你回国了 那个不是黑亮每天飞的苏秦兴吗 被骂出国了还有脸回来 就他这样子还想护进娱乐圈 这不是苏秦兴吗 秦兴姐 你看我这粉丝实在是太得情了 真不好用心了 不好意思 你认识啊 不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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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身上位的贱人 你还有脸回国 你去死吧 啊啊 秦兴姐你没事吧 我变嘴 毛妈的你咋是吧 你给我快来 打我 这人太多了 别打你 呦 女生被撒鸡蛋了 快拍 快拍 乖乖 哎 这么新闻啊 别拍了 别拍了 四神来了 四神来了 四神 四神来了 快拍 四神这么巧 你也来几场 不 不 四神 四神 你不会是 他们来几场接我的吧 四神是来接呛的吗 磕到了 四神和呛好配呀 四神俩俩刚好 现在没人关注我们了 走走走 四神啊 你看方不方便 搭个车一起进去啊 不方便 明达 刚刚拍到 我和四天生的合照了吗 放上网 瞅一遍 放心吧 今天真是不易出现 你那莫须有的 胜利丑闻 早都被人压下去 竟然还能撞见黑粉 真是晦气 今天要不是你吧 这我高低教他们怎么做的 这么做 你既然已经选择撤回一个圈 就安分掉了 把你抱脾气好好说说 不过像斯廷生这样的大咖 你既然能路过机场啊 也算有起 恰好提我们姐妹了 斯廷生 斯廷生 三年了 你就算是块石头 我也能把你捂热了吧 根本就没有心 真受够你了 我离婚吧 所以 别跟我提斯廷生 这个人 比那些黑子更少 这话可不清楚啊 人家斯廷生可是超一线影帝 你要是能和人家合作 那我们就集权顺篇了 行了 我给你安排了练东行上 这是男嘉宾资料 你好好看看 我先走了 整天弄着一线 什么 英俊潇洒 霸气策露 英俊潇洒 霸气策露 斯廷生 你是怎么进来 你没还命 还 还给我 抱着哪 还 你个男人 苏启兴 你不是在选飞吗 你管得着吗 咱俩是不是女经理 是吗 以伤心 眉头紧锁 有道说来时如常 尖嘴猴栽 张头虚 我参透 你这眼光也是真够差的 我要是眼光不差呢 怎么选了你这个 能写 能写 写 我写 你开心 我写 妈祝你和你的这些男朋友 天长 地球 你放心 到时候我们结婚 一定要亲 去查 陆清晰要参加哪个恋总 练装 苏老师六啊 这不当代女性楷模吗 我没让你夸她 查到之后 袁熙向练总那边 不是吧 你不是从来不 清晰 听说这练装 打得不得 导演用中的惨票 兴奋的不得了 我去被怎么敢 跟我有关系吗 怎么跟你没关系 你好想跟你打开门户 那这就不是 公司从网上找 反正你给我记住 把你这张破解 拔好门 别乱冲犯 懂吗 知道了 苏老师 艾姐 你们好 让你们久等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导演李藏 之后咱们就住在这栋 恋爱别墅内 全程是以直播的形式 进行拍摄 直播 关键再出去看了 哪个问题了 苏秦新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现在就可以准备准备了 李藏 这苏秦新名声这么差 不可以给咱节目母推吧 放心 我自有点酒 导演玩的还挺乱 有点意思 舞会 要开始吗 各位嘉宾 欢迎来到我们的爱妈主意 我们即将进行下一个环节 假面舞会 戴好自己的面具 希望大家尽快找到自己的心意的对象 需要提醒的是 如果说结束前还没有心动的对象找您的话 那您将被淘汰控制 好了 希望各位尽快找到自己的CP 我们的舞会正式开始 除了四听生那个事 什么帅哥 我男子 一米八 大长腿 宽肩斩腰 气质不凡 一看就是大帅兵 可以 救他 小哥 一个人啊 苏秦鲜 别以为你带着面具 我就不认识你了 我倒要看看 你想玩什么玩意儿 一起 喝一杯吧 只是喝一杯吗 如果 你要选我做心动对象 也不是不行 选我 你别喝吧 不许 这个人的眼睛 怎么那么像是傻 不许了吗 你就是那个靠潜规则上位 耍大牌的苏秦鲜 你有什么资格参加联总 哎呀 林涵姐 你可别乱说 万一吃物可以怎么办 好了各位 咱们配对时间即将结束 如果还没有人选择苏秦鲜的话 那么 他将离开这一题 我带给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 哎呀 琪琪姐 这怎么办 你马上就要被逃退了呢 不真是人红是非多 大家说是不是 三 二 大家好 我叫苏秦鲜 身高168 体重48公斤 985毕业 能撒威 能撒娇 能霸人 亡者亦亡 荣耀团 先邀请一位男嘉宾 跟我现场组队 如有益者 上台详聊 有趣 哎 你就是提升哥吧 你该不会是要和苏秦鲜 你不对吧 他可不是什么好的 抱歉 你认识 哦 好吧 我知道大家可能对我有一点误会 但是我相信 谣言只欲智者 那通过了解之后呢 才能了解我的真人 所以 喂我 喂 喂 我 哥 传个词 苏小姐 我愿意给你送这 嗯 杜邻君武装男神就是帅啊 抱歉 他刚刚和我准备 思琴生 思琴生 哎我去你 什么情况这是杜邻君和思琴 经常在乔中情形 哎 这思琴不是从来不在家做一节目吗 嗯 我哪敢 他大名鼎鼎鼎的思琴生 思琴生 思琴组都 我刚才今天鼓引的是思琴生 真是见鬼 不敢 我看你刚刚挺敢的 我那就是交个朋友 好 抱歉啊 思琴 情形 很有意思 我也想跟他做 我想 应该让女士选择 行 对吧 思琴生 这个骚子 有什么好的 先让思琴和杜邻君真是抢 好啊 那 女士又行 思琴 你很好 但是 我还是想跟杜邻君老师 思琴 啊 承让啊 思琴啊 可能秦仙姐 跟杜老师关系更好 你可不要生气 我生什么气 嗯 思琴西选神 跟我有什么关系 谢谢啊 我跟你走 好啊 思琴哎 我都不知道你会来练奏 不会是想给我一个金星 对了 各位 你别想不 我去后台了 你看这苏晴晴 虽然说是被网黑过 但是 射都水高啊 警到来 再不快 行了 现在三组演员 自己都应该组好了 你去通知夏天 你爸眼我这就去 晴晴姐 你不跟司审组队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要不你给我说说 帮你解释一下 这样的 你说你这么八卦 是想转换当狗转呢 我没有 嘉宾顺利组队成功 请更换衣服 进行下一个环节 四神 你就好好护着你的小娇气 我们 下视频了 四神 啊 我 四神 你说 现在网上的人都讨厌你 我要是你啊 早就滚出娱乐圈了 也就是你脸皮厚 到现在还拿着不进 你才这么一会儿 连装都不装了是吧 你说你一个后背都不走 我走是吗 一个过气的女性 那什么跟我比 我 别弄 别对我大呼小笑 我这个人从小就最好够 你们这是干嘛 导演 他父亲现在推我 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等他走 是个综艺 你找没他 导演 是他先推的我 我唇自卫 清二小姐 您先别生气 导演 这个清二小姐 可是盛世娱乐的花蛋 我们得罪不起 要不 还是牺牲苏青星吧 啊 苏青星啊 你 饿过了吗 四神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得罪 这个秦星姐 我今天一进来 他就过来推我 呃四神 我就是让苏青星离开 你放心 这场那句很快就结束了 苏青星 是你打到他 所以 你也过来给他出头是吧 如果我说是的 嗯 那你俩很真是绝 你给我放开 放手 放手 别乍乍乎乎乎的 李导 你看见他吗 看见什么 薛青尔说苏青星打了他 你看见 啊 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可是薛青尔说的 四神 我让你说话了吗 李导 我觉得没有必要的那份时间 在这个破事上 你觉得 对 四神说的有道理 追 嗯 谢谢啊 我只是不想耽误拍摄镜头 我真是火箭鬼了 我 我相信他也帮我 大事 很高兴三位嘉宾都能找到自己新部的伴侣 由于是林涵和许泽峰最快完 所以先由他们进行抽签接下来的 好耶 我出发电影院了 好 接下来有东秦兴和杜林彬 这项同座 谢谢 去吧 你 这是 鬼屋 咱要是说 这约会经验为什么选鬼屋啊 这是不有什么问题啊 咱要是说 这约会经验为什么选鬼屋啊 这个 我觉得鬼屋挺有意思 一起去 那个四神 这是人家情形解除了 咱们去不太合适吧 这个好几句吗 不可以一起 是吧 对 四神 您说的对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哈哈哈哈 照什么 只要你没看 怎么不敢去就去走 哈哈 快 哦 噢 掉了 自成這鬼屋太嚇人了 你要保護好我啊 沒事啊嗯 好 好 最好 晴晴啊 你要是害怕的話就像我的手吧 你不是說不怕的嗎 為著一個鬼屋嗎 你不說好吧 我先把你都沒有云 不是好 什麼鬼 蘇晴晴怎麼拿著馬克思的圍書 不知道啊 他可能自己藏起來的吧 太紅了 所有扮鬼的工作人員 一起去給我殺那個蘇晴晴 說到沒 晴晴 你別亂跑 四神我好害怕 我害怕 神經病 滾 四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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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吵死了 死的停车 怎么着你啊 你带我来房间干什么 我都会吓死了 谁来说你去我的 又不是没经过 更深的都错过 告诉你 小爱你离婚了 你给我一个人承认吗 你都这样说了 那我不做点什么 结果是吃亏了 我跟你说 现在是直播 你别乱了 直播都要看着呢 这个房间里没有监控 我想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逗你的 还怕吗 不怕的话出去吧 我本来也不太怕了好不好 但是没后吧 好吧 我怕了 你知道怕了 那你叫都林军过来保护你吧 我走了 不不不不不 你干什么 放开我 啊 死天生 死大了 我求求你了 你带我出去吧 好不好吗 不不不不不哭 我没想到你还挺空气能深的吗 这样吧 你教我一声抱啊 我就带你脱去怎么样 你臭不了脸 我不叫 不叫啊行 我走了 啊 爸爸 爸爸 哎呀 我就跟您了爸爸 你带我出去吧 啊 好吧 怎么还脸红了 不会 是害羞了吧 闭嘴 你再说 我带你出去了 嗯 这次听声虽然可恶 但也他在身旁 好像的确不那么可怕了 走不走 秦星 你们怎么才出来啊 别停 苏秦星 你干嘛死神的手啊 他是我的心动伴侣 刚才他太害怕了 我才拉他的手呢 我保护他呢 我看 是你装害怕勾引私神吧 哈 我 怎么 私平生是你的男朋友 还是你老公啊 你 你可别瞎说 私神只是我的心动伴 看你刚才那个样子 知道的 还以为你来隐婚了 你 私神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只是个综艺 况且我不属于任何人 薛星啊 你说这话 确实有些功能 哎不是 你们一个两个的 怎么都帮着苏秦星啊 行 好 是我的问题 薛秦星 你给我等着 等着就等着 现在 给我插苏秦星的全部黑料和弱天 我现在就要弄你 可马上 黑料之后 需要一把 弱天的话 苏秦星好像在门口过敏 多钱 你冷静点 啊 知道 弱秦星 行什么 行什么 所有男人都围着你转 清清 你没事吧 你刚走去哪儿了 哎呀 别说了 哎 那个鬼追我 把我追迷路了 吓死我了 行了 没事就好 各位 怎么样 体验感如何 李导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哎 你说我们高端的练宗节目 为什么要玩这种东西啊 你整一个煮光晚餐 酒公宴会不可以吗 像这种鬼屋 我真的害怕 你的建议很好 但是 下次 别建议了 李导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大家辛苦了 我请大家吃面包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先生 我不吃了 秦秦秦姐 刚才的事情是我激动了 我跟你道歉 嗯 吃面包吗 什么口味的 好像是奶油口味的 那我就勉强这一块吧 嗯 爱吃不吃 哎 李导 我刚刚觉得那个环境特别不错 你觉得呢 嗯 做得很好 神经 你在里面加了什么 黄豆粉 你过意的是不是 不是啊 秦秦姐 我不知道啊 秦秦对多致品过敏 我带他去医院 奇怪 私审怎么知道 秦秦对黄豆过敏 医生 他怎么样 是急性过敏 太好送您及时 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以后不要再碰过敏了 好 我们知道了 薛青儿这个病宿 一定是他想害我 他给我等着 谢谢 你吃东西之前 都不检查的吗 我问过了 他说是奶油口味啊 人家说什么就什么 你不见得你听我的话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受伤了可是我 谢谢 我不想你处置 秦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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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我没事 刚才啊 真是把我们快吓死了 黄豆去善后 复礼后续了 他说让你好好休息 等好了再开车 那你替我谢谢李导 你赶紧坐 你欠什么呀 行啊 我来这么久 没见你让我坐一会儿 对他倒是提醒 你坐啊 害得我请你 秦秦姐 对不起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 你居然会因为一个面包痛死 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我有密集恐惧症 最烦一种心 秦秦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过敏 我也是出于好心啊 不知道我肯定都不过敏 那你现在反来什么 豆浆 明知道我斗志品过敏还买豆浆 同样的招式玩两次 你逆不逆 不是我 这么喜欢喝斗志品 好喝吗 总结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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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你们都看到了 是苏琪西他先弄的时候 你凭什么拦我啊 凭什么拦着你啊 没点 说嘛 缺带我紧杠的 你要是再招惹我 哼 我可不是吃醋的 下一次 就不是泼豆浆这么紧了 不是泼豆浆这么紧了 走开 陆浆浆 你敢破我是吧 你等着 我这就发微博 看你还怎么生气 我 思辰 怎么 想发微博 不是我 我就是想尝尝日常 你在干什么 照片我删掉了 随心啊 我警告你 别动苏行星 否则 别记忆我对你不客气 我 不是 四神 你凭什么这么帮苏行星啊 怎么 让你喜欢他 喂 鱼儿 这棕木叶情医的药力 许可不愿意 我查到的是个变态 变态 知道了 来吧宝宝 啊 学校姐你不要姐 干什么呢 啊 干什么呢 是秦星啊 我跟小韩谈情说爱 跟你好像没什么款式啊 不好意思啊 没看到他 就看到你强奸未随了 苏晴晴 我告诉你 得罪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乐于助人专打出生的荣誉代价吗 是没有意思 苏晴晴啊 哎我发现你 你转的好像也挺带去啊 啊 我什么呢 许总缝我告诉你 这里可不是要来的地方 都放私生也来了 走 好 我这就走 哦对了 谢谢 我记住你了 咱们下 你怎么招惹到许子空的 那个人啊 做下三浪的事也太恶心了 没事啊 咱俩回去休息吧 欣欣姐 我承认 之前因为网上的一些言论 对你有些偏见 你是娱乐圈 为数不多的好人 谢谢你 怎么 苏丹好人难得被夸一次 说不出话来了 四天山 你上这个综艺 就是专门来气我的事 你说我为什么来 我怎么知道 你不就是念那个事情 你真不知道 我为谁而来吗 徐老师 是青儿 有什么事 徐老师 其实秦星姐特别仰慕你 今天晚上呢 我跟她一个房间 如果你愿意自己 我可以跟你换 仰慕 要是你之前这么问我 我绝对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苏丹星把我打得好爽 我好喜欢 这房啊 我就收下了 嗯 变态啊 不过变态也好 苏丹星 我送你这个礼物 希望你喜欢 你 你怎么可能是为了我而来的吧 怎么不可能 开什么玩笑 不要走了 你 你把昨天都 开了 开了 又生 你是波吗 苏丹星 不管你信不信 我就是为你而来的 好 小丹山 你不会是想到你不光吧 如果能 我对你 可一点感觉 真的没有感觉吗 可是你刚才的发言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陆星星 我比你更了解别的身体 你对我还没感知 啊 较远远 臭小丹 看来还得慢慢来了 学校上哪儿去了 小红吗 在家吗 小红吗 在家吗 徐泽芳 你在我发现干什么 出去 你猜咯 四星期啊 我来了 过来 四星期啊 你打我好喜欢 来啊 继续打我 继续打我 包刀 你打我 你为什么不打我 为什么 我打你 打我呀 打我呀 我放开我 我走 我打你 你先放开 我打你 新的打我 晚了 我有个想法 要不然 要不然 我换走我 打你 爸 你怎么办 不是 不是 告诉我 不要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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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期啊 我就是随便玩玩 随便玩玩 而已 我 随便玩玩 我怎么让你玩 我怎么让你玩 我打了 四星期出生命了 他真是 西特风 好玩吗 啊 好玩吗 你 你把我救 我现在留一下 呃 啊 啊 真是什么 是不是什么呢 你今晚在这里 好好休息 期待的交给我 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 是我才认你曾经的表 别怕了 找我走 我才给你 你真不想 还是可以看到感觉 遇到你对我的重要 不会被尖黑天亮打扰 你每一次的温柔 我都像炫耀 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 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 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 决定了你的生活 我都不会放掉 我们绕了这么一圈 才遇到我答应自己 不再永远自扰 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 只要你的肩膀 依然让我靠 我怎么睡着啊 哎 不过 谁是什么时候睡的 你给我滚下来 福利靖 你给我滚下来 福利靖 我给我上来 福利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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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上来 福利靖 你给我滚下来 我自己解释好了 许泽峰的本事 查读不如拍上位置 现在导演就在安排保安 千万别出去 这群的 我不会过 苏晨星 你这个贱人 竟然敢勾引我们家哥哥 你给我闭嘴 勾引 这许泽峰他也配啊 我告诉你们 他有俩他们装小青蛙 长得臭毛的活 我还看不上他呢 你这个贱人 竟然敢侮辱我的偶像 我没听错吧 好笑 可以吗 那你们就会竟然是一个孙吗 那能不能不要听完就是语 长长脑子行不行 你什么素质啊 我操还他妈明星呢 什么事 私闯民宅 惡意动手 都想被抓吗 私生 我们只是气不过呀 我们气不过 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自己看清楚 你们要的证据都已经跟不到晚上了 今天晚上呢 我跟他住一个房间 如果你愿意 可以给你换 私情人帮我拿得好爽 我好习惯 这封卡 我已经收下了 什么 实际是这样 秦星姐他是好人 之前 责方意图对我不轨 他受了帮我 你才能盯上了 是我他懦弱胆小 不敢发声 竟然他受了吻血 实在风 他就是个变态 他竟然是这种人 苏全新对不起 你走 谢谢 好好的 你研究 放心 水泽凤啊 你怎么看见他这么成熟 四灵山 原来是你他妈害的我呀 四灵山 原来是你他妈害的 谁害你 徐泽凤 是你自己自作自受 你 徐泽凤 严禁古 四灵山 我就想知道 你是怎么尝到我的视频 我基本的监控视频都不调中 找到你的精神 我是真没想到 你会为苏情星做到这里 我要早知道他是你的女人 那我也知道 他他的名字不是你该叫的 再叫一次 我叫你的事 走 明白明白明白 四神啊 这是怎么回事 徐泽凤 这综艺你也没资格录了 赶紧滚吧 徐泽凤 不是这 徐泽凤 他怎么走了 徐泽凤 你怎么这么能装 昨天晚上 不是你把我房间的钥匙给了徐泽凤吗 怎么 这都传上网了 什么 传上网了 啊 那四神 这是可跟我没关系啊 我也被许 徐泽凤给骗了 哎呦 这就开始狗粮了 你 徐泽凤 我看起来没休息好 你去休息吧 好 行 这里呢 这家座 哎 四神 我 给给脸不要脸 咱俩之间的账 算了 赵 就你目前这十八线的人气 也配跟我算着 苏千兴在这儿 去你们快来 呀 秦秦姐 你看来了这么多媒体 别拍了 你不会是犯了什么事 你发现了吧 哎 苏千兴 其实许泽凤他放以后 你因此涨了一百万粉丝 哎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什么 涨粉 大概 好一个好报吧 好一个 好人 好报呀 这是国内知名道理持愿 听说他现在找了 很火的民国戏 这 他这次来不回事 苏千兴 我看好你 微博民国记忆 你光 你愿意过来当 谢谢 迟岛竟然邀请苏情星当女主 这回苏情星可真是要火了呀 不是迟岛 你怎么能让苏情星当女主 就他认同 他也费 我的剧 我想用什么用剧 跟与你没关系 迟岛说的对 迟岛 我非常荣幸 我们发现这个剧 我对吧 学青啊 这得多谢谢你 要不是你和徐泽峰 我怎么会有机会 接到迟岛的戏啊 你真是个大好人啊 迟岛 我能问一下 我们这部剧的男主是谁吗 秘密 之后你都会知道的 我们下周 剧主见 拜拜 迟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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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天生 睡着了 苏天生 我进来了啊 真睡着了 要我没睡啊 四天生 我就想知道 你是怎么查到我的视频 找到你的兴趣 很大 难道四天生为了帮我 不敢一直在看见我 我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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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接了迟岛的民国剧 你牛排大方了呀 你现在在哪儿 赶紧回来 我们 谁要这么丑 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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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不是你想的那个 哎 谢谢 等我回跟你解释吧 惯了 四天生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现在二杀肯定误会你 误会 那你可得习惯了 是什么意思啊 看仔细了 有人剪辑了我们相处的视频 发在了网上 我放上已经破百万了 我们视频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有cp名叫一往起身 你要不关注一下 这种邪教cp还是要的 最近在俺们在里 各自好 告诉 给我 你 你 你先别说话 我和那个时候我们俩轻轻巴巴 一点是动物 一点是动物 那斯神队你宝会也太好了吧 而且肯定对她的举动 也不算不熟 你们俩在一起的感觉 让我很熟悉 就像是 对 夫妻 你还真看错了 我和那个四天生 我们俩一点都不熟 你更别说是夫妻了 想什么呢你 好吧 算了 我自己找就行了 你赶紧去化妆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见 逆光的投资人 省得出意外 知道了 王总 哟 我们的女主角来了 星星 这是我们出品投资人王钱 你叫他王总就好了 王总好 星星 来 让我好好看一看 坐 那你们好好聊 嗯 嗯 琪琪啊 嗯 虽然我们这部剧是大男主剧 女主戏分不多 但 也有很多女演员球 哦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老总 来 我先敬你一杯酒吧 老总 我先跟各位见 苏琪琪琪琪琪 你别装傻 多少女演员想上我的床 我这是给你机会 王总 我看 你是不想好好喝酒了是吧 我 苏琪琪 你他妈竟敢哄我酒 这个角色 我看你是不想要啊 今天你从也得从 不从 你也得从 我看 别看 十五姐生 你来这么一 lateral 此情深 你妈大cap打我 知不知道老子可是投资人啊 现在不是个滚 你的妈什么意思啊 喂 爸 比如叫王勤的人想铁规则我 你敢处理吧 爸 苏琪琪啊 你他妈以为你是什么身份 还在教训我 大爷不惨 真是可笑 你是什么 苏清兴 是你干的 你到底这是什么人 来人 苏清兴 你拜祝吃老虎啊 你要走出你背后有人 我敢逗你吗 苏清兴 你抱过我吧 什么情况 我把那个王前公司收购了 就你把王前公司收购了 他在可比十个王前还有一些 神兴 清兴 耀人吗 什么托私人我有了日期 我怕他 清醒喝醉了 我先帮他回去了 不用加股 哎呦 我抱歉 再来吧 我一直在三秒 我要飞 飞 好了别飞了 你先去洗澡清醒一下 你好像我那个死者前伏 你不是死了吗 你怎么又出家在我面前 一魂不散 苏琪心别在我面前耍酒疯 你竟然凶我 凶我 你竟然敢凶我 你竟然突然飞了好多 你都是高低 闭嘴 我不 我不定我不定我不定 你竟然敢欣我 我让你闭嘴啊 很好 男人 你成功赢酒的注意力 你在干嘛 干什么 你不是洗澡清吗 来啊 你 你 见鬼 这里不是私听生假吗 我怎么在这 我昨晚喝私听睡了 不可能 一定是假的 我 我 我 行吗 干 西听生 昨天晚上你到底对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怎么不问我 对我干了什么 我干什么 很漂亮是吧 我帮你回忆一下 昨天 李道家就在我面前 要骚骚 他搬了我衣服 抓酒疯 你干什么 爸爸 今天晚上 一定会让你 吃 这么大眼 苏清新 你记忆我很久 那个 我想起我很有事 我得赶紧走 很着急 好什么呀 教主我也没用 我绝对不可能负责任的 你今天要派的定装照 我帮你连线李经纪人 他有点见你 对对对 你不说我可真忘了 我就不想 你不想 把手 快 找个手 找个手 真的是 薛清儿就离了 真是阴魂不散 苏晴晴 你也来了 一会儿可别被我比下去了 别搞笑了 就你只能够做配 我演说的没错 苏晴晴就是 有 薛清儿一跳连成一条街嘛 不好意思啊 现在看完 你好像被我比下去了 什么东西 有天性 你干嘛等着 导演 今天拍什么呀 高当也没写 等会儿过来拍几海报 咱都收工了 林森来了 嗯导演 赶紧呢 拍几张海报 打出锅 怎么 看肉迷了 看肉迷 你也就那样 好了好了 不要打听骂俏了 你把手搭在他肩膀 快 把匕首放背后 对就这样 来 等等 不对呀 你这眼神 有点不对 你表面是个舞女 可你啊 是个杀手呀 你看男主表情应该是魅惑中 大杀意的 可我感觉你这有点做什么亏心事了 不对啊 怎么 对不起 谁对不起 好 对对对 有感觉 快 开开开 知道 你还别说 这两个人还真是半个黑 好看呀 对 挺好啊 知道 戏也不错 哎 你别说 思辰和素晴晴好搭呀 我都忍不住 刻意往情深了 学强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 许泽峰 先看看这个 许泽峰啊 你现在西路都断了 这苏晴晴却靠着你 分工分水的 事业大了 你不恨他吗 我不会帮我他的 那就好 我现在呢 有个办法 可以让苏晴晴 叫个神之地 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 学强啊 你可别骗我 知道 先回去了 慢点啊 好的 哎呦 收工了 哎呦 收工了 在车了啊 别这么急 哎 你不能 哎呀 我和四天上没关系啊 哦哦哦 哦 慢点啊 知道 秦星呢 哎呦 听你名字跑了 哎对了 你对他做什么东西了 感觉他 换你 做什么 没有 哎 你啊 嗯 嗯 哎 秦星 好这么着急干嘛 是怕我让你对组案的事情负责 别胡说好吗 大清清白白的好吧 那你在哪 我来找你 我在经历场 找我干 吃 陆秦星啊 对啊 给我拍摸电影 跟我走 秦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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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四神 秦星被绑架了 什么 什么 立刻报警 好好好 智悦 帮我查一下周围建国事件发给我 别快啊 哎 停停停 哎 慢 慢 慢点 四神 你不是爱演电影了 那我就欢迎你参加我的新电影 被淋入的少女 小小枫 你看绑架我 我告诉你 你这样子都是违法的 犯法 我只是邀请你参与我的电影 怎么会犯法的 等你的裸照 还有牵得出来 我看你敢报警吗 啊 别 哈哈 哈哈 叫我大点声 你叫大点声 大点声 大点声 你都去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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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来吧 拿住了 跟你上场啊 是 我还可以 该你上场 哈哈 别过了 别过了 嗯真像的吧 小梅别争扎 我让你很舒服的 别碰我 姐哥 我还从来没玩过女的星呢 兄弟别喝气了 上我上了 你这个变态你到底死了 好好享受吧 别走 没有人过来送你来 哈哈哈哈 过来 小青青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青青 你怎么 你低伤 没事 救我 青青 青青 秦星怎么样 要紧吗 还在手上 洗澡风筝红的 秦星要是有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医生怎么样 医生怎么样 苏小姐打都是皮外伤 只有头部撞击比较严重 近期可能会有 头痛恶心的症状 需要警告今天 但放心 没有大连接 谢谢医生 医生 我可以自己看到吗 呃 你先去办下注写手续吧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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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没人来救你呢 放开我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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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他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事了 放心 嗯 嗯 四天山 谢谢你了 清醒 你说你干什么挺不得的 原来你这脑子就不太行 心里发生更蠢了 给吗 嗯 你一定要这么说话 我会心疼啊 因为我会心疼 那里清晰 比较 不要再受伤 啊 答应我 清晰 听说你小 你在干嘛 嗯 没没 我们什么都没干 你是他经纪人 以后 我把你住车报完 真正行行 不要再出现 自然实现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因为能疏忽造成的 知道吗 好好好 你后面好好休息 没事了 看看本子 我们先走吧 嗯 你刚才看到了吗 四天山一封另一名的语气 跟我说话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等等 清晰了 你和四天山真的没什么关系 应该 没有吧 我也不清楚 苏晴晴好惨 都进行愿 孙晴晰 没命实际 没害成功 就想下沙 孙晴晴好惨 太可忍了 苏晴晴就又沾粉了 你怎么这个蠢货 害不死苏晴晴就算了 这人让妈来火了 蠢货 几天山的蠢货 蠢货 平儿 马上叫俊祖了 逆光 你这个女配角色 是我好不一抢的 你要好好演 知道吗 苏晴晴 她是主角 给我给她弄 谁呀 你把许能试 现在你粉丝掉了这么多 怎么跟苏晴晴比 总之 你当粉丝 演技碾压苏晴晴了 她自然就是个笑 行行 知道了 没事 你身体好练了吗 好多了 你知道接下来演什么吗 舞女把燕尔为了接近少帅陆军廷 故意自由她 引起了她的注意力 苏晴晴 我可不想演太多次了 你给我好好演 不许贪心 你 寻寻觅觅觅 累累积极 没见所 演技碍 来 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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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 你要来敬礼 养酒了 我不爱会养酒 寻找 导演 怎么了 周天青 什么回事 这辆戏事与勾引四根针 叫他心动 不是他勾引叫你心动 你俩学问谁呀 谁心动了 当你别乱说再来一条吗 苏清仙 需要我教你怎么供应男人 得以什么习近郑 等看了 大爷准备好了 大爷准备 三二一准备 路上 一二见你 养酒了 我不爱不养酒 那燕儿 最有办法 让少帅喜欢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反正长一段 少帅 这酒 好喝吗 酒不错 人更不错 好看 导演 你惊你一扎 苏清清 你这扇子感觉本气 比本子好很多呀 我刚才 大脑也是出镜 擦盖的 你该不会是一直对我 徒步不轨吧 是这病啊 谁对你痛 好 来安排上两线 把五厅拍完 薛七二到了吗 来了 上次是少帅的半分期 得知白眼儿勾引少帅 从来五厅修有白眼儿 你们明白了吧 男主 把服装换一下 好导演 准备开拍 好好演啊 苏清清 看我一会儿 白眼儿 这两天少看 今天来看场 怎么看来 你是一条线要变婚后来 等你发达了 可别忘了 我们白了 我们的姐妹啊 嗯 一定 白眼儿是谁 不快快 我就是 你知道吗 你就是白眼儿 我是军婷哥的未婚妻 就是你勾引军婷哥 死我狐狸 给我打死你 哎呦 哎呦 那个导演啊 我好像把词给忘了 要不我们再来一次吧 卡 没事吧 你们做 没事 来准备 三二一开拍 走 可不打死去 哎那个 后面那句词是什么赖着导演啊 对不起啊 轻轻姐 哈 可以不 谁请啊 给你对付一次 好 我们再来一次 来再来一条 准备 三二一开拍 糟糕 看我打死了 初约 糟糕 看我打死了 初约 只要你再把人放死 我只是想看看是哪个婚妻 你已经 初约我希望你清楚 我未婚妻的身份不是废礼不可 必发自己当完事 小帅 你怎么俩了 笑不出来就别笑 你还不疼吗 白衣二 跟着我吧 卡 哎呀一起改的错 拿出白衣特利也不错 你不得能接索 很好 可以什么呀可以 迟早 这cdp不是这样的怎么乱改呢 怎么不能乱改 我看你是杀了八两没杀够是 讲大杀我十八丈 你活着什么呢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演技太差 赶紧不叫亮点 苏琴香 曲 这配角演技太烂了 够人不 赶紧的 我不去 我不去 你听话 这里这么多人 唯一人出来了 我多尴尬 不行 干嘛呢 你说这里这么多人 唯一人出来了 我看不尴尬的 你给我这么年轻谁能处理你啊 干啥呢 哎 苏小姐 我好喜欢你演的才是这样 加油吧 苏大小姐 你才知道他 知道他赶紧聊天 对啊 那个苏小姐 那个乳东西 被删了 我就是做鉴定 掉下飞钱 我什么 什么意思 这个 赶紧走 再不见见就痊愈了 吴锦绣 都是不会摸过你的 啊 要是小刀 小心点 这是明天拍戏的道具 别弄坏了 不然往里面收拾 我已经把伤情见证 发给薛青岸经纪人了 这次他要是不陪我几万块钱的精神算是费 我绝对不呼吸 好了 转过来 疼 你吓这么重的手 你想害死我 忍着点 转过来 哎呀好差不多了 疼死了 苏小姐 你以后再聚走 大可放弃了 然后再给别人气 你就是一个小明星 我哪像你们啊 我那么多人愿意捧着你 知道是无恋吗 我可以压制剧组 而你可以压制我 所以 你大可踩着我为所有 啊 呃 那个练宗最新一期 你去吗 我要拍戏啊 不去了 你给我安分给了 安分 我去练宗就是为了谈恋爱的 安分什么呀 苏青岸 你这是曾经骑我啊 咱俩又没有关系 我太恋爱了 怎么 你 我不同意 你怎么这样 咱俩都迷婚了 不然让我干什么 苏青岸 自始至终 我都没跟你离婚 你现在是我合法妻子 如果你现在就去找别人 你都属于婚被出婚 懂吗 有什么意思啊 有事啊 四神啊 我那个洗手间没水了 能不能借回下你的卫生间死了 四神啊 不 哎 四神 你今天这么解释经常嘛 我不过就是借回下卫生间死了 我不过就是借回下卫生间死了 你 半夜想 你来的不抢呢 苏青青 你怎么在这 巧不巧 我这洗手间啊 也正好没水 这平时啊 就把所有钱给我用了 四神的品味可能同意你进他吧 你过去 苏青青不仅可以用我洗手间 还可以用我的车 哦 你别的事你可以走了 别打扰我们轻视 哎 哎 回走了 哎 你刚刚为什么不意气走去起路 哈 怎么 你想邀请他进来了 你不会不知道啊 大老人想干什么呀 这是吃醋了 吃醋 哼 那笑死谁又是你的错 告诉他 晚安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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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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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特别显眼 结婚照 我们俩呢 难道是我的呀 可上次喝醉在思听生家里 我没看到 思听生说的到底是不是真 请信 好了 今天戏本特别多 好好演啊 拍完戏 杀青 我看完演 知道啊 这么好了 好 准备 研究位 研究位 321 M S 小船 请反差 阿燕啊 嗯 不得不说 你这姓氏 跟 前任司令摆在家里 是吗 看起来 是经常 只可惜 咱将近书都被我杀了 我想唯独来说 那名妖女 是从你家 而杨儿 如果她还活着 想来跟那一般打呢 小舅 杨儿只是一个无语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 我去听 来来来 小舅 你没事吧 没事 被我压下去 查出背后这凶是谁 是 陆军廷 你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 你是我的 君廷 君廷 白燕儿 只要你动手 就能给你的父母报仇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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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点头涂下去 好 怎么出血 没事导演 这刀怎么是真的 不可能呀 这刀我看了好几遍了 清醒 你杀先这场戏 是要用这把刀自尽是吧 只要是没被发现 到时候演戏的时候 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是有人 想害你 这 我在锁里无怨无仇的 谁能害我 陆军廷 你派人去查一下 是谁换了假匕首 再顺便带一把假匕首回来 好 明白 我去处理 不要信他 挂轻吧 到底是谁 他会成 是睡醒了 是不是他 我们演一出戏 是他一下 就知道了 我看看 包换好了 没有引起怀疑吧 放心吧 清二姐 没人发现 我发现这个 行 你放这 好 苏清醒 我看你这次死不死 准备 三 二 一 热 热 热 少帅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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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儿吧 好 坐 少帅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 想对烟儿说 烟儿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少帅 你在说什么呀 烟儿怎么听不明白 准备的说 我应该叫你 我应该叫你 都为是 与你苍拥 都为是 白嫁唯一 幸成的妖女 我应该叫你 我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爱的少爷 说吧 接近我 你有什么目的 是想复仇吗 没错 我就是白家妖女 你当年杀害了我的父母 我不信一切代价靠近你 就是为了能够杀死 可惜 还是被你发现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是白家的女儿 我不忍心杀你 所以才一直冷过你 你走之后 整个世界 像是期待 非命的黑 这羹汤有毒吧 你知道为什么还要喝 夜儿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灭白家吗 因为当年 就是因为白家盘变告密 才使得我父母中了圈套战死成败 我如果不灭白家 会对父母 不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你在骗我对不对 你在撒谎 你摩抖了从前 你摩抖了从前 我知道身陷于仇恨中的感觉 我不希望你成为我 好 就要臭碍了过去吧 你好好活着 好 明明昂昂零零散散这样的前提带走我的呼吸不复不夸 郭静靖 现在变远等待就会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为什么要爱上你 为什么要爱上你 你走之后 可能我们之间 也没有谁对谁错 那就希望下辈子再一遍见 你的蝴蝶 只能选择和玫瑰告别 我没想过好过 以为你就是我爱的一切 你 接 看待会 来 满物 owanie 我 又姐啊 又姐啊 久咪怎么了 没事吧 姑姐怎么了 什么 神经 四神这琴琴姐是怎么回事啊 不会被当划伤了吧 赶紧叫120了 小小小小我刚才一时入戏大山 没缓了 啥子 你没事 明明把我发现了是东西吗 四神 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 走 四神查到了 是这个人扣坏了的匕首 这不是薛轻人助理乔礼吗 怎么 是他把刀刀不能分刀的 不是我 轻二姐让我抓住的 这轻啊 你是想杀了他是吗 不是我 我没有 我昨天对我已经辞退他了 你是这样 所以他对我怀的借心想陷害我 谢谢 轻二姐你怎么能这样 你还真是姓姆山女 一个小助理跟无冤无仇的 没有你的 他怎么能换刀啊 我怎么知道 苏欣向 这事跟我没关系 况且 你也没证明就没苏欣 你的存在真是让我感觉到了 生物多有 啊 马上 苏欣向 我都说的这事不是我干的 你为什么要退我 你演是吧 好 那我真做 你演是 你演是 齐悦 你以后找演员 不要找这种 现实你的演技逼演技 四诚 怎么这么说我呢 好了好了 别废话 齐悦 走 走 来 先来 走吧 清清 没事吧 匕首都能换成真的 当年功斗戏呢 没事 是司令生发现及时 处理了 谢了啊 现在网上都疯了 有怀疑学青儿的 有些学青儿洗白了 跟我妹也没什么关系 走吧 那我先走了 你和她洗吧 等一下 别忘了她晚上 我那出轨 是无法的 神经变女 怎么莫名其妙呢 不是清秀 你跟司听生到底什么关系 神神秘密了 什么什么关系 我得去帮您认识 走 去没认识 苏小姐 您确实是已婚身份 并未离婚 是这样啊 就是 你会再去上一遍 我已经帮英雄生三遍了 我们的系统不会出错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你怎么一个人跑了 赶紧上车 一牛脸你就不见了 怎么回事啊 看着情绪不对啊 艾莎姐 我有一件大事想跟你说 你可千万别紧张啊 啊 你怀孕了 那也没这么大的事啊 就是 我现在 离婚 不识怀孕就好 嗯 已婚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你跟谁结的婚 你在哪结的婚啊 你认识的呀 思天生呢 你严肃点啊 这多大的事 你还抖思停生 你当我是傻子呀 真的是他 小小 你不想说就不说 反正你现在是个已婚身份 练宗肯定是不能去了 要不然知道得骂死 不过 我帮你接了一个离岛的新综艺 你去单身新嘉宾吧 变工你就别去了 那好吧 离岛综艺叫什么免赞啊 胆大你就来 一档全程直播综艺探险 探险 哎呀 艾莎姐 我要是有尊严 艾莎姐惩罚我 为什么要拿恐怖直播搞我 我不去 你明天知道我 安全带机上 走啊 哎呦 薛青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多少次 让你不要再剧组 给我闹上 你怎么就是不听了 现在好了 十月非说要换你 这是白跟你抢 不是 十月他平时那么多呀 是 真正是我在 刚才也没证明说 你当网上人都是傻子吗 而且你招惹苏秦青就算了 为什么要招惹思秦生 你不知道他有多厉害 现在好 全网上的人都在骂你 我带我看看 你这钱要搞多少粉 思秦生他平时帮苏秦青啊 就那些 嘿嘿嘿 我看你脑子真心真的不太清楚 这样 你先休息几个月吧 什么意思啊 哈 什么 公司要损藏我 这是公司高层的决定 你好自为吃吧 还不是你 喂你的 薛青啊 炼宗你不必参加了 还有我的新综艺 苏秦青代替你参加 你过来了 李导 你那个新综艺我很喜欢的 要不这样 你把那个地址发给我 我不拍 回去看看 行吧 到头地址发你 苏秦青 踩着我上位是吧 行 你刚刚成 你会让你付出代价吗 李导 你拍恐怖综艺就算了 为什么要跟老板 而且你也不能这让我们这个老实人来花羊毛吧 谢谢啊 其实啊 我都是配型 主要是你 李导啊 就想让你 嗯 谁让你之前在鬼屋表现 谢谢啊 在鬼屋那段卡头 我跑到破译了 我真谢谢你们了 哎 好了 几位嘉宾 我说一下规则 你们各自的名牌 都藏在这间鬼屋里 你们需要分头找到 属于自己的名牌才能出来 全程是以手机直播 直播你们的探险经历 现在就可以 对不起 你自己去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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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有意思 导演 你让我感谢 自己倒是看直播来的 我这不看你家 请新的直播吗 哎 你说 他这ая 鞋子的底子呀 你看 告知我 哎 这这不是 薛青尔吗 带个马去 导演 我请你假 太吓人了 我要是再参加这种东西 我就是狗 啊 雷达 雷达 素心是跑得太快了 我们本来就丢了 什么 其他人在镜头里也没找到通 他们都没有看到 苏琪姓人呢 是谁 我们也都在找他 他说不定常在 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他 你说过我 吃过地 每个月是 赶紧过去 所有人去找 好好 好了 这就是什么地方 苏琪姓 你醒了 学校 你发什么疯 你赶紧放开我 我没发疯 苏琪姓 我只想让你这个健 苏琪姓 你就好好享受一下 最后的事 学校 学校你回来 你带什么话上去 苏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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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找到情形 我也是 这周围没监控死角 或者比较特殊的地方 等等 我吓到了 之前我听人说 这附近有个冷坏的女性 难道 我知道 跟我走 跟我走 走 我这是要死了吗 不过我死了 四天生不在于我 青心 青心说他今天晚上有戏要拍 回不来了 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 就连结婚几年日 也回不来了 全身他可能太忙了 王爷 你别替他说话了 他忙我就不忙了 他就是不在乎 我们这都欢迎吧 据媒体报道 知名女星白婉宁与私神 彼此前后进入酒店 已有绯闻 目前私神并未回应 死定生这个人 我不要再等他 为什么我都快死了 还要想到我呢 因为他不可能出现的 狗犬 叫你去 你站起来 行 住 我刚才有没有听错 私人叫苏晴星 老婆我有没有听错呀 你没有听错 我正在直播 全国的观众都在看 Oh my God 病人没什么大碍了 但是受伤太久 可能有点热度 需要好好痒痒 谢谢医生 到底发生什么事 晴星为什么会被关在冷库里 我已经派上去场了 绝不会封过那个人 先生 你跟晴星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把晴星救出来 叫他老婆的直播姐的镜头 已经在网上传疯了 现在整个网上都疯了 爆出好几条热搜 到底是为什么 那是晴星的冷库 你 晴星老婆真的是你 那怎么办 需要公开吗 不公开 晴星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没事 二杀 这件事情 不能有任何回应 不公开 为什么 你先出去 习近身 谢谢啊 苏晴星 请你终于回答我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谢谢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有经历 我在问你话 苏晴星 你为什么不愿意公开我的关系 又不愿意公开的 结婚三年 你想过公开我们的感情吗 过去是你不愿意公开我们的事 所以你凭什么会觉得 我会一直等 晴星 我自始至终在乎的人 只有你 之前我想保护你 现在也是 好了 我现在累了 我想休息 不管如何 这家人现在 你多谢谢 你想好好休息吧 伤害你的事 我已经觉得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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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星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真的跟斯廷生结婚了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啊 那也得私生 看得上我才行 不过现在晚上都在讨论 你跟苏廷生的关系 还有苏廷生的很多粉丝在骂你 我去 苏廷生发微博了 他说他在追你啊 什么 那又私生不错 是个好男人啊 他这微博一发 等于保护你 哎 对了 到底是谁把你关了 过了 学青啊 他那又是 又是这个蛇心女 这个该死了 学青啊 不要让我抓住他的把柄 不然我非得弄一个 郭芊熙 都这样 你怎么还能死 运气就这么好 怎么还不死 你怎么还不能死 啊 啊 啊 沈青儿终于到到底 四神 你来我家干什么 是有什么事吗 你 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 能这样 我是可以报警的 报警 行啊 让警察过来看看 故意杀人该怎么判 杀人 四十汉 你是不是问我干什么了 你可不能冤枉我 冤枉 你以为你伤了宋秦星 真的一点正确地找不到 看仔细了 监控室内 不是我 这不是我 我 我那边是放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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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了伤人的放枪 放也找到了 小燕天 谁让宋秦星 要抢我的东西啊 不是的 他挺身不是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跟你到台行不行 这件事情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一旦告诉别人 后头世界就抢回来 你可不是的不是我 你这瞎鬼 你这不信心 求情吧 来 回去 我没错 秦京 你既然出药了 就好好养养身体 那个血腔 专门太口号 我会想办法替你出气 来了 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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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这是干什么 快道歉 苏先生 是我不小心伤了 对不起 请你没了 没了你 薛青儿 那天你在冷库里说的是 想让我死 真是你说的不小心 还想 我都跪下来给你道歉了 怎么 还想我把命迪 你们真心道歉 我是不跪啊 不过你要是真心道歉 我也不跪 因为像你这种人 就应该再往我 严慈 我已经将所有证据管不在网上了 相信警察很快就会转发 你能骗我 你说好了 只要我道歉这事就算翻篇的 你行不做了 我告诉你 不可走 我是薛家人 我妈会救我的 薛青鑫 给我放 放开 薛青鑫 放开 放开 薛青鑫 放开 薛青鑫 薛青鑫 薛青鑫是死的 应该不会这么清楚 而且万一薛家报 薛青鑫 有我在 薛青鑫 可以吃 OK OK 我有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好好好 薛青鑫 这个事情呢 还是点些心 但 四天山 这个事情呢 还是点些心 我可不喜欢 恐怖灯 那你想怎样 行 你等等 我警告你啊 别乱了 这都是另外的价格 什么价 你放不起的价格 我就是想让你回家吃点饭 往里想的 就这样的 你看上去很失望 失望 谁失望的 不是 回家吃饭就回家吃饭 好好说不行 哼 是没错 老公 别看 算了 请吃 好看 你都没看就说好看 一看就没有玩 哎 喂 啊我知道了 我接了工作要去國伴 照顧好自己這個安全 啊哎剛結婚你怎麼走啊 我喝醉那天 你總能買出來了 我以為你不想看到他 我是不想看到 所以 為什麼你拿出來 四季善 你曾經 真的很幸福 所以我爸讓我嫁給你的時候 我特別開心 我以為 至少 你對我以為很開心 可是結婚三年來 我又得到了什麼 你整日出國 其實 整日不在家 所以我生日 結日 就連結婚姓 你沒有對我欺負你 你怎麼讓你對我欺負你 對不起啊 你沒有對不起 你就是 敗我而已嘛 所以我就死心了 像你這種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不是你想了這樣的 不是我想了這樣的 死井上我特別不得了你 如果你不愛我 你為什麼要去 但如果你愛我 你又怎麼捨得呢 我會考慮到你的感受 當時真的快樂 我不想聽你解釋 只要你這種 是我們就是 最好的籬子 同意在呢 你這晚啊 你這 這次我以為我們只是種子 你回不來吧 回不來 我 你這晚都沒有事了 你 你 王姨 你回来了 在看婚件 当初你走了以后 陈生也拿着这件 看了好久 他是开心我 终于走了 秦星呀 不是我替婷生说话 但那几年呀 婷生也确实不容易 还有什么好乐 我看到在外面 小小的不跟 那些年呀 婷生是她的事业编封期 那个什么粉 哦对 是她的私生粉呀 最疯狂的时候 我听她的助理说呀 私生粉呀 到处跟着他们 都查到她的家里了 你知道白马营吧 她就是故意和 婷生炒作绯闻 被婷生的私生 惹脱了人生 这才临夜赶出国的 这些事 西婷生为什么不告诉你 哎 不知道呀 婷生她就是个 闷葫芦一个 她就是为了保护你 不被别人发现 在你走之后呀 她就解散了反思群 直到这些年才好回来 清新呀 我知道你有心结 你也确实是不容易 但是 你知道她在高处 但是你不知道 她曾经经历了痛 听生她 不容易呀 当某天你相信我 难不难过 她平心想保护她的爱人 是美好 记不记得 每一次当我怀念 的时候 时间都 我做了饭 要不吃完 我不吃了 我见过王爷 你之前在微博发了 说要追我 我觉得这样可以保护你 有病吧 谁让你保护 你要是追一下 追到了 我就不能 你是苏秦鑫吧 对 你是 我是血清儿的母亲 有时间我们聊一聊吧 好 来 喝杯热茶 你啊 你别藏着掖着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这是谅解调节书 只要你签字承认我女儿 是无心之过 她就不会被警方逮捕 谅解书 我凭什么要紧 说吧 多少钱 你才肯签 五百万 给你签了 多少钱 我都不行 我只要学习 静静 松晴星 你别给脸 不要脸 你要家是没家 是要背景没背景 敢得罪我薛家 信不信我让你在娱乐圈混不下去 那你试试看 我是你的 你 立刻给我去查 无情形黑料 要让他跪下来求我 喂 您回国了 好 我现在就回去 谢谢啊 妈 老板 我拍的苏清兴 带一个有钱的男人清一照 我先发你 好 想死我了 爸爸也想你了 你这次回国 怎么不天天跟我说呀 这次回国呀 是参加一个合作酒会 当然了 最重要的事 看看我的乖女儿 过得怎么样了 对了 你跟那私家小子 怎么样了 爸 咱先不说这个了 回家聊嘛 好 这不是泽丽娜 跨国集团董事长苏胜 难怪苏清兴不怕我 原来是被苏胜包养了 不过一个小玩意儿 还真以为人会帮我 去 把照片发上网 心敢害我女儿 不要让她在娱乐团 混不下去 不是 还有 把我的高定礼服 给我准备好 从上南走 天文酒贵 一定要好 跟她谈谈合作项目 去吧 星星啊 你老是跟我说 你跟司庭深 究竟怎么样了 就那样 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 前一阵 你哭哭啼啼的到国外 找我跟你吧 问你什么 你都不说 我知道 一定是私家那个小子 欺负你了 是不是 爸 你能不能别管 我好着呢 老爷 是少爷来了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司庭深 你怎么来了 啊 是我叫他过来的 问你 你也不说实话 我只有亲自问问这小子 爸 爸 对不起 之前事物让清晰 坦幸了 四家小子 我问你 当初你娶我女儿的时候 怎么说的 你说 你会好好待他 结果呢 就让他一个人出国 呼呼啼啼的向我们诉苦 我 对手的错 你以为你这么说 就完了 我现在给你两个条件 第一 你可跟我女儿离婚 爸不可能 我不恶心心理婚的 好 好 来得我接受我 对你欺负我女儿的惩罚 哎 别别 哎呀你我话好 我说我动什么手啊 再给这拐杖打人了 看 你解开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我打死你 我干 爸 你还真打啊 司庭深他是有苦衷的 再一个 我也没想到那个病毒 你呀你这次气死我了 哼 你 我 我这边拿完生 哈哈 挺身的没打疼你吧 知道吧 这一账手开手 我这女儿啊 这昨天昨地哪个男人受得了 爸 他说啊你去到了什么 半夜里还笑醒了呢 哈哈 我只希望你们呢 尽管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我都懂了 情心挺好 我会不住的 哎呀好 你会我呢 爸 你又在说 我正在教训私家小子呢 私家小子 以后给我注意点 结果再敢欺负我女儿 我绝不会心慈手转 知道吧 喂 喂 喂 艾莎 什么 我和金主爸爸的照片 是啊 微博都炸了 不是 清晰 你为什么会和泽灵那都市场搞上关系的 他是有老婆的呀 你难道真的当小三吗 什么小三啊 那也是我爸 你没注意我们都姓苏吗 什么 在Lina董事长是你爸 我哥 我知道你有钱 但没想到你这么有钱 哎 行了行了 你别管了 我自己解决了 嗯 怎么了 有人拍我刚刚帮的照片 谁说我是小三 我得去看孩子 所以这些人都在说什么呢 真是气死我了 不行 明天的酒会我带你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我苏胜的女儿 爸 你先冷静 我再想办法 立刻安排高定团队 还要带上最好的话当事 对 我要给我女儿 好好打扮一下 爸 女儿你放心 明天的酒会车 一定会成为最主目的公主 没事 薛太太 听说你女儿进监狱了 没事吧 一个细子冤枉而已 不过我很快就能把我女儿救出来 那可得赶紧了 不然以后是很难找到傅家的 那是自然 苏董 你终于来了 苏晴星的剑 竟然也来了 送旁边那女的女的谁啊 好像不是她 一个下贱戏子而已 竟然能哄着苏董 把她带到这样的酒会 手段真是厉害呀 苏董 很快到您致辞了 好 醒醒 你先来等我一下 我先准备准备 好 去吧 苏晴星 这里可是家事显赫的人才能进来的酒会 你也配进来 你都能来 我为什么 你配跟我比 你个贱人 保安 保安 这个下等的戏子 他也配进这样的酒会 他不为生酒 赶紧找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苏晴星 他谁找 苏晴星 苏晴星 是我和苏董 一起邀请 谁有资格 赶走他 苏晴星 你身为私家长子 为什么要为这下等戏子出头呢 下等戏子 照你这意思 我也是名言 你是连我一起在哪 怎么可能呢 四少怎么能跟苏晴星比呢 苏晴星出身寒酸 要家事没家事 还给人当小丧 你为什么要护着他呢 没家事 那时候我说苏晴星的家事 也是个学家的女生 怎么可能呢 难不成 她是苏董的女儿 各位 请稍安勿躁 首先 欢迎大家来谈假这场酒会 接下来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 她就是我的女儿 苏晴星 各位 我爸爸周星年呢 一直在国外 今天也是他第一次 带我来送他聚会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 能够玩得开心 原来苏晴星是苏晴星 怎么说呢 难来苏董带带是他女儿 学代代还骂苏小姐 真笑死人了 苏晴星竟然真的是苏胜的女儿 那我女儿岂不是牢坐定了 不行 我绝不可能这样 立刻去安排人手 我要苏晴星 苏晴星 你毁了我女儿 那你也就别想活了 谁让学青让母亲这么孝着 还敢威胁我 这会儿 你得把她气死 学家手段喊 那不当联系 以后 多安排几个保镖和镇 然后想他们报 来啊 我爸爸 苏晴星 怎么 苏晴 这就在担心我 我可不是 那你 可不可以把握好我了 苏晴星 苏晴星 你快出来 苏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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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晴星呢 苏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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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被我下了药 你们把她偷渡到缅甸 不管是把她做成人质 供人观赏 还是歌肾 都可以 总之不能让她好好的活着 准备 苏晴星 你就好好睡吧 你就好好睡吧 当你睡起来了 就是你噩梦的开始 苏晴星 苏晴星 吴... 谢谢 谢谢 没事吧 老师哥 平心我能带好久 带都出去啊 等我来一看 这又怎么跑了 杀这个婊子 这又生 这又生 你怎么样 别过来 我一跳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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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上 四天上 四天上 交出去 在外面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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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骨折 先去固定一下 我要等自己身处 我哪里不去 你这丫头 这人我看的呢 你快去接骨 不然的话 自家小的没出来 你倒晕倒了 去呀 好了 短情的也说是 不要用力 等骨格自然挥骨 我确定了看能够飞药 谢谢 医生 七夕 我真没想到 你快出对什么事 心里人早就提醒过 说你提案的话 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我 他在这 都是因为我 七夕 这和你没关系 你不用太过一宿的 哥林军 谢谢啊 浩太一起参加 我联动 敲他们身术干嘛 对了 星星 我想问一下 你跟四天生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 当然了 你要是觉得冒犯 可以不会吧 他是我老公 什么 林军 四天生 是我的老公 我 有来不死 看来 是我来吃的 四天生的家属在吗 在 我 天真 神 怎么样了 病人伤得很重 但好歹长得成功 没有生命危险了 等他醒了以后 要好好听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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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陪陪四家小子 我再去找医生 你确认一下 好 好 倩虚 我 这是 我 我以为我们只是吵架 你会回来的 但是你知道他在高处 但是你不知道他曾经经历的痛苦 听声他不容易 他只是一心想保护他的爱人 谢谢啊 我找你 我找你 终于保护后面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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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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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说人们都会 在洒进海里 一望我似播 在洒进海里有没有人爱你 世界能不拥有好才 送我去 我 小狼子 大 大王了 吓死我了 我没事 什么没事 你差点死了你知不知道 你说你干嘛给我倒吗 真心 我说过 我不想不出事 还好 你怎么 保护好你 四季生 以后 我们好好在一起吧 嗯 但是在此之前呢 我得把那些事 不要过我们 全都送进去 我 就 我 要张开 新闻发布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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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是真的吗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召开发布会呢 主要是前几天我的新闻 做出一个澄清 所以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都可以问我 苏清新老师 请问您和泽琳娜董事长苏胜 是什么关系 苏清发布是要追您 请问这是真的吗 居传前几日发生了一起撤破意外 请问是否是真的 是一起意外吗 薛总 薛总不好 没事 慢慢说 苏清新要开发布会 他要说出薛泰大人的事情 恐怕对薛家造成打击 什么 那还不赶快停止这个发布会 薛总 站长发布会 是苏家跟斯家在做 我们没有办法插手 废物 一群废物 李平太蠢 欺负普通人都怕 竟敢碰死苏家 见死我气死我了 快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薛总 薛大大我一直联系不上 不过我马上联系他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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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便车 送我去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样吧 这些问题呢 我一个一个来回答 首先 先跟大家道个歉 我的确是 隐瞒了一些真相 我这一生当中 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一个是苏董事长 他是我的父亲 另外一个 就是斯廷生 他是我老公 我靠 这可是个大新闻 斯廷生既然已婚 还是和苏秦新姐的婚 行行 的确是我亲生女儿 再有造谣的 别怪我发律师函 我是秦新的老公 大家有什么想骂的 不可冲我来 朱山牛片 朱山牛片 大家先安静一下 我先说最后一个问题 我最近呢 的确是出了车祸 但这场车祸不是一晚 而是薛家人操作的 先是薛青儿 他从剧组灌刀开始 处处针对我 甚至把我关进冷库 想冻死 如今 他被捕坐牢 他的母亲薛泰 找到我 逼我先想谅解书 我没同意 于是他找人绑架 想把我偷渡到免殿 所幸的是 在路上 停身救了我 这就是这场车祸的油来了 薛家人也太坏了吧 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等于是在杀人 薛家真不是个东西 赵哥本次发布会呢 除了跟大家澄清真相 还有就是想跟薛家人说 请你们做好准备 接下来 该轮到我们报复了 贱人 就撤都不去死 还敢公开挑衅我们薛家 你算什么东西 我女孩 我一定要让去 对 杀人 薛总 不好了 我们的合作方 和我们解约了 你说什么 现在我们公司资金链 已经断了 股价也跌停 要是资料资金汇入 怕是 怕是破产了 是宗盛 薛家和私家 联合起来报复我们 哎呦 苏董 苏董 苏董请留步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薛总 苏董 你听我说 是我夫人和小女 做错了事情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就放过我们薛家吧 再这样下去 我们薛家就要破产了 你给我道歉没用 清心 清心 我替我夫人和小女 给您道歉 您就原谅我吧 要是你一句清娘 淡写的道歉 我就原谅你 那我和庭神 之前说的伤害 算什么呀 宋行行 我跟你过下还不行吗 李平 李平那是个人行为 我会跟他离婚的 哎薛清 他都坐牢了 我什么都没做 你把账不能 都记在我的头上吧 跟你没关系 你老婆女儿 坏事做劲的时候 我不相信你 一点都不知道 我 既然你老婆孩子 当初坏事做劲 你冷眼旁看 那么现在的下场 也是你活该啊 苏清醒你 先走 请自重 苏清醒你去死 放开我 你不会以为 你还能得手吧 我说这么多废话 就是为了等你 你算计我 苏清醒 你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苏清醒你 别 都是你个蠢货 你害死了我们薛家 我真是后悔去了你 薛正天 你女儿都被抓进牢里了 你不关系 我这样了 你还说这种话 你有没有心啊 嗯 说完了吗薛太 说完 就该跟我们走了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带你去哪儿 你这么想你女儿 当然带你去跟他团圆了 我不走 我不去监狱 薛正天 你快想想办法呀 四少 你看这 薛总还是管好自己吧 毕竟很快 薛甲就会破产了 李平啊 你好自为之吧 薛正天 你可没良心呢 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谁啊 你也是破产的呀 走吧 我们该去见见薛青儿 苏醒不相信 你要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啊 薛青儿 怎么样 在这里面过得好吗 苏醒不相信 你别多意 告诉你 家里人会救我 等我出去 一定会放过 你家里 你说的 是你母亲吗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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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怎么 薛青儿 我知道你想念你的母亲 所以我把她给你带来了 那行吗 去 不是 妈 你不是说会叫我出去的吗 怎么你也进来了 妈没本事 倒是这个贱人 薛青香 倒是干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是你母亲 买凶宝架 杀人未遂才被抓到 罪名跟你一样 所以余生 你们能一起在哪里度过 不可能 我是薛家人 我是薛家千金 我怎么可能做 薛家 薛家都不会唱 你爸自身定义吧 你谁都会来做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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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青儿 你骗我 妈 我骗我 我骗我 我骗你 我不能 我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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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该回我们的家了 吃打电话 喂 吃打 什么 什么 你光获奖了 真的 让我们去喝酒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嗯 你光获奖这么开心 找来开心点对不对 玩什么呀吃的知道你说怎么玩什么 玩牌 好 吃的大梦怎么样 好哎好 那就咱俩先玩吧 玩就玩牌就用我太累了 哎呀 比大小呗 3 2 1 啊 你说 你说 上 上 呃 大梦 小杯子 你都会认识 清个嘴巴怎么样 哦 不不不不不不不 换个喝酒 你不醉不归 来来来来准备 哎 不进去我喝 好啊我听你喝 哦 好6 哎呀 6 这刀拿进去好 好来 咱们我赶紧玩吧啊 我自己撤 小心 啊来321 呀出来了 快点喝就喝 多喝点 啊 你现在就有没有答是吧 你在哪 如果你想咱们 你还知道我生老婆啊 你吃了婚房呢 你们啥子买的 这样做 可以行呢 就逃到咱们进去 来 来 你 怎样 服役来喝好哎 你没干嘛啊我 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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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林军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自己在这喝酒啊 清清啊 听说你光获奖的恭喜你啊 杜林军 你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啊 我爷爷去世了 嗯你还好吧 我操小时的爷爷一手带大的 可结果 因为一个形状 错过了爷爷最后一遍 你说 我赚再多钱有什么用呢 虽然我的人 你去离开我了 你别太难过了 没关系的 姐姐最后是我的心 她是她这遗憾里的 不再对谁期待 你以后对不对 杜林军 你别太难过了 我没事的 杜林军 斯廷深 我警告你 离秦兴远一点 杜林军 她是因为欺人去失散 这样的 斯廷深 秦兴不是你的所有 我 你没有权力干涉她的交友 干涉 杜林军 苏秦兴是我了 我有权力干涉 只是现在是 未来 她说不准 杜林军 我会等你 别等了 你得不到的 我劝你趁早死心 你就算来得早 你家 杜林 去喝了 啊 找老婆去了 你们一分钟 都不离开啊 就是喝就喝就喝 知道啊 我们先回家了 你自己慢慢喝 走了 回家 你们 什么事啊 夫妻之间的事情 比一个当身狗事 懂不了 走了 真正 你把看好 那喝多了 停声 你为什么联名 带新的叫我 我 这不是不习惯吗 干嘛 不许再叫我全名 否则 我就轻死你 好 大宝贝 行了吧 我回家再说好不好 啊 说狗的要咬我 你是属于我的 我要在你身上留下印记 等等等等 司令山 我们有事回家再说 这样被人拍的多不好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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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带走我 一个人自传的寂寞 带我走 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 都将成为 我不怕 带我走 哎呀 我就说别再帮你相逢呢 这些记者也太能跑 停身 你又干嘛 我们刚刚被打断了 快点笑吧 现在是晚上 等你明天醒来 好吧 我就喜欢晚上 哎呀 听话 哥 你刚刚怎么被肚宁金包着 他现在没事 对 我不好意思意思 你怎么被肚宁金包着 好了宝贝 吃我的菜 吃菜 那你 让他滚 滚 我也这样能滚了 滚得远远的 我可没去做 那我就是心里面有点酸 有点酸 宝宝 你喝尽的样子 你可爱 你居然骂我 我没有 这怎么拿去骂你呢 他 看来 我 要 给你个教训 你 我 你 停 你干嘛 哎 我很沉 放下 我很沉 放下来 没有 慢点 哎 哎 停身 你喝多了 不行啊 你说我不行 哎 不是不是不行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先去一样东西 是吗 这个 我 就让我留在渡辉的边缘 等一道光线 看见某年某月 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 就让他带走 你的笑容成为我们的一天 谁能发现我的事 今天终于梦想成真了 善罢 老婆 我爱你 去哪了 爱莎 大早干嘛 秦星 临时有个非常重要的拍摄 需要你当模特 你快来欢乐公园 不然来不及了 这么急吗 哎呀 别浪费时间了 快来 我在公园门口等你 好吧 那我收拾一下一个全 好快点啊 我收拾一下这个家 我居然不在家 睡完就跑是吧 真是狗 喂阿莎 你不是跟我说有重要拍摄吗 人呢 回头 思廷身 思廷身 你怎么在这儿 是思廷身 但我骗你出来的 爱莎 你不是跟我说有重要拍摄吗 拍你和思神的求婚照 难道还不是重要拍摄吗 求 求婚 没错 清醒 当年你是从这里离开的 所以我选择这个地方 就是想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 之前是我对你不好 让你失望了 但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 好好保护你 好好爱你 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 答应他 清醒 就嫁给思佳的小子吧 我看好他 我 不愿意 骗你的 你昨天晚上呢 已经给我戴上戒指了 我总不能接受你第二次求婚的 根本吓死我了 谁让你和爱莎 联合起来骗我 再说了 求婚这种事情 总不能你抢先他 孙先生 现在有一个身高168 体重45公斤 985毕业 能撒娇 能打人 荣耀单位的大明星 想邀请你组队 期限时 余生的后半队组 愿意吗 你这是计划先佛啊 差不多得了 你答应不答应吗 我哪敢不答应啊 对了 你愿意把这枚戒指 给你老公戴上吗 原来你都准备好了 难怪你绝对男生 非逼着我戴上 怎么不说了 不好意思了 闭嘴 他想不想戴同款戒指 不认我错了 你老公 我左手无名指上 急缺一枚和女 这枚戒指 相匹配的男款戒指 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 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 老婆 你终于回到我身边了 星星 赶紧测试前面的数 星星的粉丝一定涨 闭嘴二杀 都什么时候还讲这些 我心甘情 天亮的 让你每一次的温柔 我都想炫耀 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 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自由 我都想炫耀